各位朋友 出門在外 最重要就是保持健康 所以必須非常注重飲食的均衡 攝取維生素以纖維質 而大部分的人都靠便當店 高益菜 空心菜這樣吃 可是便當店太油太膩了 吃久了你會變胖 也會生病 所以我們今天另外找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就是吃超商 霹靂霹靂 開箱 哎呀 打開 這是它內容物 然後我們淋上這個凱撒醬 凱撒醬 馬上給它吃吃吃看 喔 好 我們勸了一下內容物 這個是那個 芋泥吧 對 然後這是菜 這是那個 好 我們吃吃看 這樣比較快 首先是這一坨 啊 我們吃吃看喔 嗯 蠻甜的 蠻濃的 這吃起來滿有飽足感的 啊 蠻濃的 一口香 然後裡面有一些那個 紅蘿蔔莉 吃起來感覺不錯 好 換這蔬菜 來生菜插入開箱 吃起來 不好吃 都是一堆菜 吃起來很單調 這個必須靠那個凱撒醬 的味道來蓋過去 要不然你真的是吃了沒有味道的東西 就是一直在攪東西而已 這是多淋一點凱撒醬來吃吃看 確實不錯 偏甜的 花滑的 酥菜脆脆的 可是攪完之後 還是不好吃 找了一個東西 再吃這個 馬鈴薯 馬鈴薯是很溫存啦 味道也很濃啦 油比較健康啦 清淡多了 那個買回來的便當 上面都是滿滿一層油 看得很恐怖 我現在這個盒子清清爽爽的 吃這個果然是比較健康 可是 這是少了些什麼 受不了啦 好大一塊雞排 哇 鍋臉一樣大 來吃一口 啊 好脆喔 他表面的皮 就跟餅乾一樣脆啊 再一口再一口 好燙喔 你看外面皮整個站起來 就知道有多脆有多酥 再注意看裡面 有那個肉汁 天啊太厲害了 世界冠軍 ET可樂 謝謝ET 哎呀 炸雞配可樂 有夠吃 有夠甜 可以繼續吃炸雞了喔 這雞排口味非常厚重 所以他必須要有 等等站立的可樂 來壓住他喔 剛剛好喔 炸雞加可樂 喔 超級不健康 超級好吃 喔 整個收費啊 你看這個剖面圖 簡直犯規啊 用力給它咬下去啊 啊 這對 這個滿足 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慾望就像一顆皮球 你越是壓抑他 他反彈力道越大 本來 我去便當店 買個便當 吃一次就飽了 結果吃那個沙拉 現在 必須吃雞排 才飽了 好好吃喔 我的慾望 整個空整不住